内鬼终于道出真相,穆里尼奥含冤三年的血清,2015年12月17日,穆里尼奥被切尔西解雇,原因是他带领切尔西,在英超前16轮比赛,4胜3平9附计拿到15个积分,距离降级区只有一分。 当时人们所相信的故事是这样,穆里尼奥则怪对伊擅自入场治疗倒在地上的阿扎尔,引起了切尔西球员的反感,于是以阿扎尔为首的一些切尔西球员为了做掉穆里尼奥故意出功不出力,导致切尔西成绩一落千丈,而穆里尼奥因此就悲伤了到哪里都会制造更衣式矛盾,闹内鬼的骂名,穆里尼奥则骂对伊的镜头, 但作为当时人们揣测的最大内鬼,阿扎尔近日终于道出了事情的真相,阿扎尔表示在上赛季2014-15赛季球队获得英超冠军后,球员项目里尼奥申请获得了更长的假期,导致新赛季开始以后自己和部分球员的状态全无,这是那段时间切尔西成绩糟糕的重要原因。 阿扎尔说,在我12年的职业生涯中,我有一年踢得很差,准确来说是在穆里尼奥手下踢球的最后六个月,我自己要为此承担部分责任。 这位比利时巨星甚至直言没法和穆里尼奥继续合作下去,是他少数感到后悔的事情之一。 阿扎尔道出了当年事情的真相,阿扎尔,当时被推到了穆里尼奥的对立面,被揣测承受掉穆里尼奥最大的内鬼。 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他自然不会站出来,替穆里尼奥洗白,所以阿扎尔所说的肯定就是事情的真相。 这说明了切尔西当时成绩糟糕,并非穆里尼奥管理出了问题,更非穆里尼奥有爱抓内鬼的毛病所致,而是切尔西球员自我申请过长假期之后导致状态未能及时恢复所致,而从穆里尼奥答应球员对额外长假的请求也可以看出他体贴的一面。 正如阿扎尔所说,如果你赢下了比赛,穆里尼奥就是最好的教练,是你最好的朋友,穆里尼奥对球员有体贴的一面。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年,穆里尼奥的冤情终于得到了血清,但无巧不成书,现在穆里尼奥在曼联几乎又遇到了,和当时切尔西一模一样的情况。 万连这个赛季巴伦过后仅拿到了13分,输给了布莱顿、西哈姆连这样的弱队,落后曼城,切尔西和李悟夫已经夺达7分,而伯格巴被当成了另外一个阿扎尔,成为了新的内鬼。 这次事情的真相又会是如何呢? 伯格巴最近在法国队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在世界杯夺冠,之后的专注度确实下降了,而且伯格巴在场上的表现一直很拼,所以内鬼说,再次不攻自破,伯格巴也不是内鬼当然。 当然,这里不是说穆里尼奥,对球队的管理和战术打法不存在问题,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只是雪清了穆里尼奥,上面所背负的冤情,他在切尔西和曼联确实没有制造内鬼和抓内鬼,他没有自带内鬼属性。 感谢观看